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啊,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相风水方面的困惑呢,可以进行关注啊 我们看这个是女孩子的啊,这个右手长色红润,一生啊,钱财不断啊,人文跟地文呢 这个起始阶段就分开了,形成明显的穿字长啊 右手穿字长的人在婚姻或多或少,容易有一些波动起伏啊,一般是容易奔波劳碌 但是呢,一生啊,不断钱财,人文 智慧线啊,分支比较多啊,不利于心脑健康 实际上这个圆主是经常有头昏啊,头痛,记忆力不佳 那么欲珠文的清晰直上啊,事业线,事业线是非常的相对稳定啊 开端有点模糊,早运,起运,这个起色不大 就32岁之后啊,事业运势呢,会更进一层 啊,关系后运呢,是相对的顺畅 感情线呢,深长,但是比较重情义啊 但是这个底端的分支啊,包括导文都比较明显啊 情感起伏不定啊,不利于早婚 但是又早婚了啊,33、36岁呢 感情容易波动啊,夫妻意见分析明显 如果是不加以注意沟通的话啊,难免是棒打鸳鸯 结婚线啊,这个多调并且杂乱无章,看见没有啊 没有什么相对平衡,并且出现相对相交的啊 错开的各种情况,分支等等啊 代表呢,婚后夫妻之间的容易有分歧 甚至有分道扬镳这种危险啊 我们看这个手背来看啊,手背来看 四指非常的秀长啊,龙虎相配龙长虎短一生啊 衣食无亏啊,钱财不断 并且呢,中指中正做事啊,比较有原则啊 中指跟无名指分开缝隙呢,是比较明显 钱财啊,如以这个财经财出,婚姻容易波动啊 十指跟无名指啊,几乎是等长 具有吉祥的管理和驾驭能力啊 但是呢,挑,这个挑递性比较强 他心性比较高啊,有点眼高手低的感觉啊 好了,有关这个手下的内容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啊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手墙面向风水发门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啊,我们下期再见